《查考圣经》 欢迎大家来到《查考圣经》。 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启示录第3章14-22,今天是第4节。 现在是一个温馨提示。 请大家先预备一本《实体圣经》, 以便大家能对照圣经,查考每一条问题。 另外我鼓励大家,聆听每一个问题之后, 可以在影片左下方按暂停的键。 让大家有足够时间思考每一条问题, 当你在《圣经》中找到答案之后, 你便按下播放的键。 好了,我们《查考圣经》开始吧! 问题一,根据第十九节的经文, 凡神所爱的,他必如何对待呢? 如果能明白神这种爱的圣徒, 这圣徒按主的心意, 他当如何回应神的爱呢? 答案。 凡神所爱的,他必责被管教。 凡明白神这种爱的圣徒, 他会按主的心意向神发热心,和悔改。 问题二,你能在其他经文中找到这种真理理念的论述吗? 那么我们尝试参考, 针研三章十一至十二节, 喜白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 和哥林多后书七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 试下在这三段经文里, 找不找到这种真理理念, 因着神爱心的缘故, 对属他的人有责被和管教呢? 针研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被。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被, 正如父亲责被所喜爱的儿子。 透过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原来神所爱的, 属他的人, 当他远离了神, 或者做了一些事情, 神认为是不对的时候, 因着神的爱的缘故, 就会施予责被。 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 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被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边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代你们如同代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 管教, 愿是众子所共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施子, 不是义子了。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再一次体会到, 希伯来书的作者, 用到针言类似的话语, 突显出, 凡属于神的, 又是神所爱的, 他就会管教。 并且这个管教, 就与平时父亲管教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 如果不受管教那些, 就是施生子了。 所以凡属神的儿女, 因着神的爱, 都会受到他的管教。 再者, 我们曾有身身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近当信服他得生吗? 身身的父都是暂随己以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仇苦。 后来, 却为那经念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以。 所以, 行出神眼中看为的义痕, 所以中间一定包括了, 在管教之后, 有一个悔改回转的心, 以到他的行为, 改为神眼中看为义。 在国林多后书七章十到十一节, 因为依着神的以思丢手, 就伸出没有后悔的奥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尼罕, 你们依着神的以思忧愁, 从此就伸出何等的恩勤、 自恃、自恨、恐惧、想念、热心、 扎佛。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结淨的。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再次给我们看到, 原来按着神的意思去忧愁。 按着神的意思去忧愁, 是代表按着神在祂的意思的表达里, 包括了责备, 包括了责备背后显明神的慈爱等等。 属神的人就后悔, 而这种后悔是不会带来。 忧愁以至于死, 反而是那种奥悔以至去得久, 产生一种从神而来, 那种奥悔而生的恩勤, 热心。 所以这段经文也回应了 刚才我们在启示录所查考的第十九字经文。 问题三, 你现在明白一个圣徒如何在信仰的低潮中复兴吗? 答案 根据上一题所查考的, 我们便会得知圣徒在信仰的低潮时, 神基于他爱圣徒如同儿子的原故, 会向灵性低潮的施展不同的责备与管教, 好叫属神的儿女按神的意思悔改和热心。 结出异幸, 获得着相称的平安。 这种复兴之恩作儿女, 在神的管教中, 看悟神背后的大爱。 所以, 第二, 说到灵性由低潮到复兴。 我们透过查考一段经文, 就知道, 有一个被神管教责备伸出恩勤, 行出神眼中看为二的时候呢? 原来同时, 一个属神的儿女, 是体会到神管教背后, 是出于神的爱。 这就是复兴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点。 问题四, 根据第二十字的经文, 谁站在门外扣门呢? 这门代表什么呢? 答案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耶稣, 站在门外扣门。 这门根据后文所论指出, 圣徒主动观赏门, 成了一个左隔主想与此圣徒同坐, 达至近深相交的关卡。 所以这道门, 就成为了一个障碍, 一个阻碍, 而且是这个圣徒自己观赏的。 以至祂不能够和神, 和爱祂的主有更亲密, 更深入的交通。 问题五 主扣门并发出人能察觉的声音, 主期望听到主声音的人有何动作呢? 这动作又代表什么呢? 答案 主期望听到主扣门声音的人, 就是那帮圣徒了。 能开门, 这开门的动作, 象征此圣徒, 感受到神的爱。 所以在神面前, 心灵就从向神干硬, 变为柔软, 关闭的门, 变为开启的门。 容让主耶稣进入自己的心灵。 如同人面对面一同坐直, 没有阻架。 问题六 主最终期望他的声音, 促成他与这人有何等的关系呢? 我们参考诗篇139篇23-24的经文。 神啊,求祢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施念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这段经文是诗人大卫在神面前, 有一个很狠切的祈祷。 他肯求神去监察祂, 用让祂的心灵开启神的面前。 固然, 神从远处就能够监察每一个人的心灵。 只不过, 这里是从大卫的角度, 祂主动开启祂的心灵, 容让主进入来, 监察祂每一个心思意念。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大卫一种祈祷, 在一个主动将祂的心灵交托给神, 希望神去监察, 和神保持一个很紧密, 灵类相交的状态。 任由这位公义正直的神, 去守望祂自己的心思意念。 当然后文就说, 引导祂要走一个永生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去到第六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答案是, 主最终期望祂的声音促成, 祂与这人有更深的结恋。 因为主动开启的门, 容让主耶稣进入自己的心灵, 一同坐直, 没有了阻隔。 以达之圣徒, 与主更深的相交。 但我们要留意的是, 这与恩信主, 而永远领受了圣灵内住这件事, 是没有矛盾的。 因为我们恩信清义有圣灵内住, 是永远是永远在我们心灵的里头, 是不会被赶出去的。 所以这段经文, 就不是说恩信清义之后, 有圣灵或神的灵被赶了出门口。 而是说, 一笔已经信了主有圣灵的人, 他们因为在主的面前追求的方向错了, 将主和主所喜悦生命的丰盛都摒弃了。 仿佛将一个好朋友拒诸门外, 是说一种紧密的关系, 去到一个相当冷淡的, 或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情况下。 所以, 这里所要表达的是, 主耶稣很希望叩满, 进入圣徒的内心, 再次建立一种紧密结连相交的关系。 透过诗篇139篇, 我们就看到, 大话在诗中的流露, 是渴望主的监察, 就好像自亲的朋友可以互扫心声。 今日经文的总结就是, 主题, 神的爱使圣徒灵命复兴。 神的爱使圣徒在宅备中热心与悔改。 对了, 这种热心悔改, 所显出来一种复兴的灵性, 是因为神的爱。 神的爱使圣徒深门重启, 与主无阻隔。 所以这种灵命的复兴, 它更仔细的诠释就是, 它与主的关系不单止正常化, 而且是很紧密的, 没有阻隔的。 这个就是灵命的复兴。 今天查考圣经就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次主爱的管教, 将我们带进更深的相交, 常常保持这种美好的灵性。 愿神亲自祝福你和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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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